海迅家电00921 上月发布《摧残高端智能套系家电》是二新品 用以完善套系产品阵容 并升级高品质家具生活的全新智能体验 与此同时 公司向外公布海迅智慧生活的三个千万计划 计划包括 新增一千万台智能产品 用以大幅度提升海迅家电联网产品的占比 其二是滲透一千万个家庭 加强摧残高端产品的宣传 将海迅的全轮智能和摧残套系让市场所熟知 最后是完成一千万次线下体验 将海迅全轮智能以及摧残套系 在全国千家中端门店搭建场景 让用户体验自卫新生活 相信通过此计划 有助公司高端智能产品的销售 加上现时成本下降 可提高公司无利表现 此外 去年6月 海迅旗下上市公司海迅家电 完成日本三电控股诸息会社收购案 持有其约75%表决权 正式成为三电控股股东 而接近海迅集团内部人士透露 近日三电美国公司获电动车大厂客户五年大单 在美国生产两款电动压缩机 每年订单量价值于1亿美元 据文者加电动车大厂为特斯拉 消息传出后 股价做好 升破9元近期阻力 事实上 股价近日已突破250天线 并守于此线 有新消息刺激下 有望进一步上扬 可于现价买入 中线目标11元 跌破8.5元止洩